西方史学史 70年代 海登·怀特使徒 积持出历史学家 在历史协作中的 作用 其深受后现代主义 市场的影响 在怀特的原始学 和话语的比喻两部 理论著作中 他试图建立起一种比喻理论 以此消除历史与文学之间的 边界 面界在历史与想象 正是与虚构之间建立合理的联系 而怀特的理论 在70年代 比历史学家排斥在外 到80年代才受到了重视 并得到了广泛的怀疑 总体而言 后现代主义 较大规模的 进入史学理论与世界 要从80年代算起 1989年 安克·斯密特发表的 《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一文 表述的内容已经 有论 感谢观看